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问家里 家里需要什么 或者是家里有没有事 五年的默默之时 却只换来丈夫的离婚诉求 你为什么不直接就跟他离呢 因为孩子 做的事情太离奇了 我们无法相信他 什么病例 什么诊断书 我全都没看到 他什么也没告诉我 离奇事件的背后 到底是铁肩丹道义的善举 还是害人听闻的大阴谋 我也不愿意相信你丈夫是魔鬼 但是我现在愿意相信你丈夫后面肯定还有一个魔鬼 车祸是假的 你愿不愿意相信你给他看病的这些钱 其实他都拿来跟另一个男人共享 那个肯定是不够够 连环记忠记 看调解员如何揭开这隐藏五年的惊天秘密 马上播出复合天使之离婚迷云 我还是再见 而且可以把他们损通过 哦 走到你睡觉我们下了 天使得热水 我们下路就把这些钱都拿了 你比赛看多久 我�UE酒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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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妹妹再也忍不住冲上台序 朝着那个曾经认为是大好人的赵汉盈 宣泄起自己满心的愤怒 那么车祸是假的 那个生病的女人是不是也是假的 据赵汉盈所说 自己之所以骗妻子 是因为当初无意之中 劝下了一个因身患重病 想要轻身的女人 自己只是看在挽救一个生命的目的上 才这么毫无原则的帮助她 你还给你自己定的一个原则 做人的原则是什么 我替你说出来 一不赡养父母 二不敷衍儿妻女 这就是你的原则 怎么可以这么没有是非 怎么可以这么混淆道理 能不能负责任 坦然一点讲出来 老赵 这五年什么东西把你支撑下来 只是一个支持生命吗 那么多生命都需要你支持 你怎么不支持 你基本的家庭责任需要你支持 你怎么不支持 你能这么欺负你的老婆吗 能那么无视自己的闺女吗 实际的生活中背叛了你的妻子对吗 我只是在生活中背叛她了 情感上我没有 这点我必须 你指的生活上背叛她是指什么 你们在一起生活了吗 毕竟 这件事是个谎言嘛 对她的打击很大 这个我知道 你跟那个要亲生的女人 现在住在一起吗 那是不可能的 那你们有没有身体上的接触 没有 没有没有 谁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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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谁信呢 谁信呢 你真心帮助的那个女人 她现在和另外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 对吧 你觉得这样一个男人 守在自己身边的这个女人 她会不知道这个女人 没有工作 没有生活来源吗 当她发现自己身边这样一个 需要帮助的女人 得到了如此好心的一个男人的帮助的时候 她会不出现吗 她会不当面感谢你吗 是不是就是你啊 一个原本善良诚恳 老实芭蕉的男人 一瞬间变成了一个精心编制谎言 欺骗妻子的恶人 我们无法理解赵汉莹的想法 那个奇怪的夜 那个奇怪的动机 还是那个充满了谜团的奇怪的女人 为了解开这些谜团 附和天使的记者没有放弃 继续追寻事件的真相 在得知重要的线索之后 我们随即连夜赶到辽宁 大姐没事吧 没事 您在家里经常这样是吗 有 那重要的东西 不一定要安心起来一点 不一定要安心起来一点 刚走进我们居住的宾馆房间 这位神秘的女子便出现可谐的症状 这位神秘女人告诉我们 这是她治疗期间的正常反应 我们随后和该女子做了简单的交谈 我对她发自内心的所谓 她给我的感觉就像父亲对女儿那种感觉 绝对没有我喜欢她也是喜欢她 但我喜欢她那种感觉就是她是我 没有别的意思 绝对不是男女子的情感感 她对我也没有什么别的 就是想法一两分分之想都会有最要的成绩 这名神秘女子解释说 她希望马云英不要因为她而离婚 但是当记者问起她的病情的时候 她无法提供自己的病例 随后记者又提出 去医院做体检 证明她的清白 这个不肯透露姓名的女人 也以各种理由拒绝了 那么我们为了大学生三年 可以去检查一下 代表病例结果出来可以吗 我属实有难言辞议 如果说我能配合的 我其实都配合 但这事我绝对不能配合 不是说我不想配合 而是我不想拔出一个萝卜 代表太多的一步 你知道吗 因为想 我要是这个事说 我要去医院检查的 那牵扯的原因就躲了 这个事我不能在媒体上说 我是因为啥不能去检查 那最起码欠着到 我欠着老公和这个谁 和那个照顾 我不想让她来平白 我会给我送名字 就是说 有些人听狠吧 我就说 我的命呢 怎么说呢 在别人眼里看的 可能很不自信 但是有一些失去我 你还觉得我是个人 他还不愿意 我就做一些什么过活的事 如果说他知道别人在为我治病 他不会相信怎么的 他会相信我 迈我自己的身上去治病 他不会相信我和他的情怀 所以说这个病 我绝对不能再去 说怎么的 以后我会把这个病例 肯定要拿出来 你找我 眼前的这个 自称身患绝症的女员 除了无法提供病例 拒绝去医院检查之外 还在我们面前 说了一些无法理解的话 听问你今天出来的那样 已经舒服了 怎么说呢 要是说我流行苦 我就心情特别舒服 因为我就觉得 我就是 哎呀 挺对不起他 我也不希望就是 当我这个字 我再接得到太多地 我就把遗嘱离了 就是我死了 跟赵哥有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我自己不想活了 他救了我 然后 要原来的赵哥 把钱还给他 我告诉赵哥他拿是 我也就算对得起了 这么多年帮我 这是不努力 少了 这是太不努力 尽管这个女人 声称自己身患绝症 我们还是注意到 她作为一个患有 五年癌症的病人 除了没有病例之外 竟然做了抛光指甲 我们不得不问 她真的病了吗 她对赵汉莹 究竟是穷困潦倒中的 感情依赖 还是为了钱财 蓄意的欺骗 她在赵汉莹的婚姻劫难中 究竟扮演着 怎样的角色呢 节目进行到这里 我们还是要说 不管这位是真实的 还是虚拟的 这样的一个人 但她毕竟介入到了 我们马女士的婚姻当中 而现在赵先生 对此也一直是坚信不疑 那么这个女人的出现 到底是不是一场骗局呢 我们一起来等待一下 看她今天会不会自愿 出现在我们的调节现场 很遗憾这位女士今天 没有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 但是我想问问赵先生 刚才这么多调节团的老师们 也已经陈述了她们的意见 那刚才的短片 我们也听到了 那位神秘女士的 大概的一个意思 你现在还愿意相信她 所说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吗 我对她这个病情呢 也确实是持怀疑态度 但是我并没去 主动地去详细去问她 最近这一两年之间吧 一年多吧 这方面谈论的还是 比较来说是 稍微少一点的吧 那你俩都猜啥了 谈她离不开你 谈她爱你呗 你唯一想救的就是她的生命 你们在一起不谈病情 那我也很好奇 你在割舍不掉什么呢 她呢 有她 她以前的经历吧 好 那刚才我们诸位老师 揣测的另一种 她现在跟她 同居在一起的那个男人 生活在一块 也很多年了 从你搭救她的时候 他们就在一起 对 你愿不愿意相信 你给她看病的这些钱 其实她都拿来 跟另一个男人共享 那个肯定是不会的 你还愿意相信她 那肯定是不会的 好 我们今天有专业的律师在场 我想问一下孙老师 如果说她存在一个欺骗的话 她会构成法律上的 一些什么责任吗 好 在回答主持人问的 这几个问题之前 我想问你三个问题 她的那个所谓的丈夫 知道有你存在吗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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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遗憾 我一直都跟你交流 希望通过跟你交流 能够听到你讲实话 你还是不愿意 那我就用法律的正义告诉你 如果你作为一个丈夫 因为外面有情爱 或者有其他原因 欺骗你的家人 你的妻子 你的孩子 在婚姻家庭里 你是属于有过错的人 如果你们两个真要离婚 婚姻法 有一个规定 会对你进行 财产上的处罚 甚至她可以对你提出赔偿 这个我知道 反之 如果那个女人 一直编造谎言 从你那儿拿的钱财 尽管你是同意的 她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民事问题 她就可能会 涉嫌犯罪 如果你再这样继续下去 你害了你的家人 害了你自己 也害了她 我也不相信 一个连自己的家人 连自己的老婆 孩子都不顾的人 会有多么的高尚 是为了这样一个女人去奉献 赵先生 那你愿意说出实情吗 如果这个对方 女方是以非法在有为目的 变造了各种谎言 比如说看病 然后说还有其他的谎言 从我们赵先生这里 获取了钱财 如果达到十万块钱的 那是应该判三年到十年 有期不行的 涉嫌诈骗罪 那现在呢 有一个很好的 查明真相的方法 我想赵先生可能不太同意 但是他的妻子可以履行 什么方法呢 就是说他不去报案 但是他的妻子可以去报案 如果上公安机关报案了 查明是否有诈骗的事实 那我们也可以 还实行一个原本的面目 女方到底我们有病 二是不是涉嫌诈骗 那么有些问题 可能女方也能得到一个答案 或者赵先生也能知道一个真相 嗯 好 刘洋老师刚才给我们做了一个 非常精准的一个解答 赵先生 你是愿意自己说出真相呢 还是说真的希望妻子去向公安部门报案 然后去查清事情的真相 他有一个不堪回首的过去 这也是他轻生的一个原因 但是这个 你现在不要让他轻生 只是不断地在给他钱 你明白吗 这和钱没有关系 可是现在不就是这样吗 没什么给他钱呢 钱是 钱确实是给 他不堪回首的过去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他现在想轻生 你担心 然后你就给他钱 他就不轻生了 不就是这样吗 这病也没那么重 这不是直接的关系 那直接的关系是什么呢 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要这么一直帮他呢 我觉得你真的非常非常需要这个女人 在你生命里面 我说事实 因为今天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 你们一家人走到这个地方来 是因为你要离婚 你妻子要真相 对吗 你们的婚姻走向是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我们在努力寻求真相 但是也看了云山雾罩 但是我想那我们回来 因为你还有一个女儿 有一十六岁的女儿 这个家庭将来未来怎么走 也是一个问题 那我想看看现在的事实是 在你的生命中 去帮助这个 被我们所有人质疑的这个女人 比你回归家庭要重要 这是我看到第一个事实 在你的生命中 如果说不得不让两个女人中 有一个去承担痛苦的话 那你宁可让自己的妻子承担痛苦 包括让自己的女儿承担痛苦 也不会愿意让那个 连正脸都不敢让我们看到的女人 连声音都变掉了女人 去承担痛苦 这是我看到第二个事实 在你的生命中 你宁可 你说 哦 好 我们今天要保护很多人 你宁可让自己的家庭 让自己 让自己的妻子 承受着种种质疑 甚至可能名誉的损害 你也不愿意 让那个女人出来澄清任何一个事实 因为你担心这种澄清 这种面对 可能会对她造成伤害 这个是我看到的第三个事实 所以我想 大姐 我希望不管你下面会做什么样的判断 也不管我们在对你们的家庭 这个生活做什么样的评论 我希望你记住这三个事实 我更希望老赵你今天能够用有力的 有说服力的证据和语言来证明 我看到的这个三个事实是错的 否则大姐 我希望你注意这三个事实 这可能是我们今天能够帮到你 虽然很不利 我一直不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跟你交流 但是我们的机会一直一直给你 你自己不愿意 你放弃了 法律之外是人情 所以我们一直在跟你谈情感 谈道德讨论里 你都不愿意去面对 那我就跟你谈法律 你从一开始都编造了一个谎言 出车祸 紧接着又编造一个得了癌症 要亲身的这样一个故事 我们在镜头里边看到 你的这位这个女人 你也帮助的这个女人 到了宾馆第一个是吐血 宫颈癌不会吐血的 这是肯定的 这我也知道 这是一系列的谎言 这在法律上 叫做欺骗 如果这个欺骗是奔着钱财来的 涉嫌诈品 你的钱 不是你一个人的 是你家庭 所有人的 你们两个 一直在编造谎言 直到今天 你自己也证明你一直是在编造谎言 你在这个演播厅里边继续在说谎 而且你实实在在支付了 你自己说了大概十万块钱 这在法律上 叫金额巨大 那么 我想告诉你老婆的是 尽管她爱你 如果说再这样爱下去 你是溺爱 你毁难你自己 毁难你的女儿 同时你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爱 那么你就应该启动 法律程序 把这个事追究到底 查清楚了事实以后 你再判断你何惧何从 你听清楚了吗 好 如果我姐想报案 应该上哪去报案去 上我们那还是在哪呢 准确地说 就是案件发生地 因为她的这个行为的实施地 行为的实施地 那就是现在是 她在四川就上四川去 不不不 那个女的在哪啊 辽宁 辽宁 就上那去报案去 刚才熊老师给我们这位 当事人提供了一些 法律上的帮助和建议 那我想问问赵先生 你到底是愿意自己说 还是让你的妻子通过法律 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赵海盈在现场除了沉默 和对调解团的嗤嗤以鼻之外 没有做出任何能有效帮助 事情解决的行为 现场调解不得不暂时中断 节目编导及部分调解成员 做进一步的沟通 真不知道我该说什么 那如果你现在不愿意说 我们就连线给你的那位女朋友 让她来说好吗 难吧 但是我还有希望呢 我也知道我希望也没有用 我不说什么了 我不说了 你说吧 你希望什么 我不说了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有一件事我希望你能明白了 如果说这事要自己没想好 咱干脆就不说 也别说 我也希望 我也知道 那这种话就甭说 说都别说 别来这电三倒四的 成吗 说点通话话行吗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 赵涵营决定说出事实真相 好 那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赵先生 你有什么想说的 你可以说 说了五次要说 都不说 在场外 答应说出事实真相的赵涵营 一回到场上就变卦了 吞吞吐吐 不肯说话 到底这一整件事背后 隐藏着怎样 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但你们看来 我现在只有一点可以说了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呀 出点没劲 赶紧的 哎呀 你们不就是要一个 出轨的证据吗 我要你出轨的证据 干嘛呀 你老婆坐在你对面 你该跟他有个交代 你要是个男人 你就痛快快得说出来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能说就说 说不了就说不说 叫什么劲呢 冲老婆说 有没有 先说有没有 有 什么事 出轨的事 什么时候怎么回事 那一次 我是 我是想让他彻底放弃 轻轻的念 我说我喜欢他 我说我离了他活不了 赵汉宁终于说出了真相 愤怒的小姨子 又一次在场上 做出了过激的行为 面对着赤裸裸的真相 马元英该如何面对呢 说出来是不是稍微好一点了 我看你尝出了一口气 对吧 这口气喘出来了 咱们再把其他的 一直憋着没喘云的气 既然已经开了头了 咱们把它说出来 最后结果怎么样 最起码 我们是一个实话实说的人 我们不承受这种良心的责备 会不会原谅 会不会取得原谅再说 起码我们敢做敢为 不能后半辈子 咱这个气一直不喘云了呀 你平常跟他 大概多久见一天 这几年之中 很少见面 去年春天 去年春天我出来的时候 他才见了一面 我是上午到沈阳的 然后下午 应该大概是三点钟的车吧 中午在一块吃了顿饭 然后给他签 钱一 钱大部分都是汇给他钱 汇给他 对 你为什么要汇钱给他呢 他有事情需要钱 不是他说的 这也是我了解到的 但是这个事情呢 今天在这我真的不能说 这属于个人隐私 钱是我自己也给他拿的 说新的话 他命会关我药 这是真的 就从一回那六千克钱 你给他想还朋友 然后想一辞了之 这种情况下 那六千克钱是 是他关我药的 其他的都是你自愿给他的 其他的都是我自愿给他的 好 现在事情也已经真相大白了 我们现在想请导播帮我们连线一下 那位女人的电话 我们看看他有什么想说 喂 您好 喂 您好 您好 我们这里是辽宁卫视复合天使的节目 那您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了 不怎么好 对辽宁 我看您一直在咳嗽 我们编导当时找到您的时候 您也咳出了血 您到底患的是什么病啊 宫颈癌 宫颈癌 对 可是据我们所知 你的宫颈癌是不会咳出血的 我觉得血跟宫颈癌没有过瘾 我觉得胃黏膜出血 胃黏膜出血 对对对 那这个咳血跟那个没有关系 那您生了这么重的病 为什么不去医院检查呢 不方便嘛 不方便 对 那你如果一直不去医院医治的话 会危害到您的生命危险 生命安全啊 很多事呢 怎么说呢 可能人 都是有 可能人也不方便 人都有自己隐私 对吧 据我们所知 在您跟赵先生接触的这五年当中 他一共给过您大约十万元人民币的 这个钱款 家庭也非常困难的呢 家庭也非常困难的呢 那你知道他有家有口的 然后在外面挣的钱 不去给家里 反而拿来给你治病 你会心存感激吗 当然会了 但是他告诉我 肥有的只是一部分 然后他把家里也是给家里拿了挺多 我得相信你 不然我不可能接受这个钱 那你现在知道了 你打算把钱还给他吗 我女儿一定还 我女儿肯定也得还 我女儿肯定也得还 因为我现在身体处理 不容易给我还这个钱 明白吗 我现在身体真不行 但是我现在女儿长大了 我就教育她 让她把这个钱给还 她现在要跟她的妻子离婚 因为她说她要接下来 把自己后半生的精力 都用来好好的照顾你 你觉得怎么样 那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她有她的家庭 她有她的妻子 有她的孩子 我不容易提我自己 能做个那么贵活的事 因为我们之前 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 都存在别的 知道吗 那如果您 所以我不能接受到这个 我现在就很内疚了 我绝对不能接受她离婚 我也不容易提她离婚 她如果就是敢走到那一步 我就 我就立马就在这个人身上 就消失了 如果她不走到这一步 你还打算继续 存在在她的生活里 那也不可以 那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接下来赵先生 继续要给您金钱上的赠予 你会愿意接受吗 不会 不会 可以 再给你任何一分钱 你都不会再要了 不会再要了 好 谢谢你 谢谢 现在我要跟马女士说 关于你丈夫 当年出车祸 撞倒一个老人 这个事情 你想要得到一个真相 我们今天 在这么多人的见证下 我们大概问的差不多了 关于这个女人 我们刚才也给她打了电话 然后大概的问题 我们也问完她了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让她给我个交代 她想怎么做 那赵先生 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呢 已经这样了 离吧 你的诉求是离婚 马女士 你呢 离婚可以 她给我个交代 你指的交代是要什么 是她语言上的道歉 还是金钱上的补偿 还是需要她具体做些什么 她对我这样无情 我只能要求经济上的补偿 经济上的补偿 对 好 现在我想听听看 各位挑起团老师们的意见 一位老师 我在想 其实在一个婚姻里面的话 而且现在有越来越多的 两地分居的这样的情况 在婚姻里面的话 偶尔的精神的出轨 或者身体的出轨 不是能够绝对避免的事情 但是是不是一对夫妻 可以就此表示原谅 走到复合 很重要的一段原因 或者说一个因素 要考虑的话是什么 是你们能不能真正 把过去的事情放下 不是说此时此地 能够放下就叫放下了 如果说 现在我们说可以放下 有一天仍然要翻出来的话 那这种复合实际上还不如不复合 是很危险的事情 更何况今天这个状态的话 双方表现都很决绝 我只想说 马女士的态度让我很欣慰 我觉得您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但是我不得不再说 赵先生今天的态度 让我再一次地 觉得有一点耻寒 有点吃冷 原因是什么 说已经就是这样了 爱怎么地怎么地吧 但是在这爱怎么地怎么地之前 还有一个态度 是说现在的决定权 在她的手里 我觉得一个善良的女人 她可能不懂太多的道理 但是你不能这么欺负她 赵先生你有什么想要表达的吗 或者说 你觉不觉得你今天在这里 真的很有必要 郑重地跟你的妻子说一声 对不起 跟她道不歉 这一点是肯定要说的 因为这种伤害 无论你们对我怎么评价 因为这种伤害在我心里装的 这是绝对需要的 无论到什么情况下 让她表达吧 爸爸对不起 马女士有什么样说的吗 今天或许是马云英 这一辈子都难以忘记的一天 因为在这里她经历了人生中 最为奇怪的一个梦境 那个老实善良的丈夫 竟然用她那不善言辞的嘴 编织了一个长达五年 浩尽了全家人心血的噩梦 无话可说的摇头之下 代表的是噩梦袭来时 马云英彻底的悲伤和迷茫 那位表现得不幸 玩世不恭的赵汉英 不知道有没有想过 将来在面对自己长大的女儿时 是否还能如此的轻松和鉴定 就是想看他到底以后是不是个男人 能不能对他负责 就让他赔 那你自己说个数 他是不是男人 不是我能告诉他让他赔 你自己说个数 你就是想让他说个数 看他以后行不行 你自己说个数 他还能够实现的 他能答应的 就是还有实际意义的 那我们那边的数 对吧 你们让也想想 我们那边 他们自己说个数 谢谢 按月要给一生 因为现在毕竟个数 给你很强 不是你共能给的多少钱 然后按月给 就是说把孩子生活费啊 还有孩子费当金 都搁在一起 你别把它分开 这样的话他 对方感觉他是一个整数 他情感上好接受 就是人家想到这个费 对 一共能给多少钱 就是你不活 你分多少年 一共能给多少钱 给多少年 你该人家的 给多少年 吐个口不行吗 剩下想着再去挣去呀 这不管是情理 你现在是认一年 给两个块钱 现在我们说你一年 努努劲给三万 第一让你老婆好受点 人家毕竟 陪你扛了这么多年 你这些钱也伤着人家了 第二的话 这实际上是什么概念 相当于你每个月 再多挣 如八百块钱来 你如果规定 一个特别高的格 如果他有一年 旅行不出来 可能二三年 哪个都旅行不出来 如果你给他一个格 他能旅行出来的 你不是有实际 保障有意义吗 你自己口气有用吗 因为他挣五六万 他挣五六万 他不想全给你花 难道你还意识不到吗 你要同意了 你自己就自由了 你要不同意 不想离这个婚 如果你这个条件 打不到 他肯定不给你 你自己做结论了 因为他说 你孩子会想 为什么都裹在这里了 他现在也不容易 你明白吗 打青年功 在替你老婆孩子 替你老婆娘去打青年功 这个数文行不 一年扛三万块钱 行不行 扛七年 行 好了 好 现在回到演播现场 我们请两位首席调解员 为我们讲述一下 刚才密室调解的经过 有请 经过我们的调解 男女双方均表示 愿意放弃这段婚约 而且男方为她在婚姻中的错误 愿意给予女方一定的经济补偿 双方达成调解习意如下 男方赵汉盈 女方哪原因 双方自愿协议离婚 并达成以下协议 一 双方同意解除婚姻关系 二 婚生女照录归女方抚养 三 男方每年支付三万元 给女方作为孩子的抚养费 和女方的辅助费 从离婚之日起 连续支付七年 共计二十一万元人民币 四 现有家庭财产 归女方所有 债务全部由男方承担 五 双方根据本协议内容 去民政部门 办理正式离婚协议 六 本协议仪式三份 男女双方各执一份 一份交给复合天使节目组 存档被查 两位 听完了我们首次调解员 刚才这个宣读的协议之后 有没有什么意义 马女士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没有意义 赵先生 那 好 那现在我们委托两位老师 帮我们两位当事人签处协议 好 现在协议已经签处完毕 我们想请我们调解团的各位成员老师 也对今天这样的一起事件 发表一下自己最后的看法 熊老师 其实离婚也是一种解脱 我觉得理性的讲 也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 因为你们彼此 解出了这个思想的忌盼 我对赵先生说一句 我们一直说男人要担当 这个协议签啊 就有一份责任 好好地旅行好 也希望你把你未来的爱情经营好 我希望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 特别是对我们今天的男当事人 我更担心的是你 今天我同样看到了你当事人的坚持 非常好 也让我们所有的嘉宾更放心 但是我现在唯一有一点点不放心的就是对你 我觉得能不能走出那种阴影 其实你还有很多话没有跟我们说 我们也知道了那些话里面 有了很多的 你这一生都不可能说的孙楚 但是刚才的一份离婚嫌疑 我觉得你还是个男人 因为你承担了所有的债务 而且奉献了七年的 自己的收入 用作自己对妻女的鼓励报 这一点 我对你 另眼相看 当爱情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 这种婚姻 再维续也没有多大意义 希望呢 今后做好自己 寻找自己的幸福 祝你们以后都生活得好一些 所以之前的一眼对不起你妻子了 我希望你之后一定要认真旅行协议 或者是你能拿出更多的 去支持你的女儿给你的妻子 你刚才有说 你很愤怒 你觉得这个男人伤害了你 很深的伤害 是 我们都看得到他怎么样去伤害了你 但是对于你来说 更重要的是前面的路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 接受自己在这件事情上 被伤害的这样一个事实 认输 然后往前走 今天我们的复合天使 更像一个侦探和推理类节目 但是不管怎样 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 帮助我们的马女士 找到了事情的真相 找到真相之后 她能够明白 自己在自己丈夫中心中的形象 还有另一个女人 在自己丈夫心内的感情 衡量之后 她选择了放弃婚姻 那么我想 她也选择了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有一个平静的心境 就是我们今天栏目组 最大的收获吧 说说骗子和被骗子 有骗财子 有骗色子 有骗感情的 我们老说骗子可恨 实际上被骗的人呢 也可恨 为什么呢 说这个人容易被骗的话 一定有一点毛病 你或者好参小便宜 或者爱慕虚荣 但其实今天我们可能 也许听到了 一个更高级的被骗的故事 她是被骗的什么呢 被骗一种情操 当在一个过程里面 她获得一种崇高感 获得一种爱情的陶队的时候 可能人的心理就会失衡 行为就会失衡 这种时候的话 我们就在想 怎么样能避免这样的被骗 首先家庭是一个 很重要的力量 如果说她在家里面 能够获得很多 她渴望的东西的话 她不停地交流 也许她就会有对抗 这种欺骗的力量 最后我也特别希望 赵先生有机会 可以不停地 不断地去和自己的女儿 可以有一个正常的沟通 她有探视自己女儿的权利 不要把上一代的婚姻的这种破裂 这种痛苦彼此的抱怨 变成折磨自己下一代的一个理由 上一代的事情过去 让下一代有一个安宁的 父母双全的这样的一个未来 在节目录制结束之后 记者送首次出远门的马云英 回到她海拉尔的家里 当记者临走的时候 马云英对记者说 我不知道这女儿用着什么样的手段 她有丈夫 她怎么可以这么做 勇敢人性 她应该站出来 我也希望她及早地回头 因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浪子回头金不换 我无时无刻地不想让她能回过头来 不说我有多需要她 毕竟孩子需要父亲 从马云英的几句普质的话中 我们感受到 这个农村女人的善良和宽容 我们也希望 通过一段时间的冷静思考 赵汉英能有所感悟 在她的人生道路中 能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感谢收看本期复合天使 我们下期再会